时时刻刻检讨 使我们这念心能够安住在善法上 忏是忏悔过去 悔是悔改未来 每个人都有过失 有了过失就要忏愧忏悔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知忏知愧 忏愧忏悔能生一切功德 能生一切善法 儒家也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原始台北讲堂在每一个月 都有一次的要食饱餐 这样的法会供修 那为什么是要选择要食饱餐呢 其实我们就根本的来讲 每一步餐都很好 每一步餐的作用力跟目的性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原始台北讲堂 就于在一个医院的旁边 很多苦难的众生 他第一个就想希望解决身体上的苦 而进到寺院里面 祈求菩萨的加倍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因缘 原始台北讲堂 而选了要食饱餐 那拜其他的餐 是否也有同样的功能呢 能够让我们消灾 能够延寿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每一步餐 乃至我们拜佛 礼佛 其实都是希望我们能够 业障消除 福会增长 其实当然这是佛 开始的方便 而居于不同不同根基的众生 而设的法门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时时刻刻都要检讨反省 从现在开始 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知惨知愧 这一念心才是真正的我 这一个我 要时时刻刻保持决心 这就是今日生 时时刻刻检讨 使我们这念心 有善法 有慈悲心 有恭敬心 有敬敬心 所谓念佛 念法 念僧 这念心安住在善法上 就能真正达到 忏悔的目的 时方新闻记者 莱依荣台北采访报导